Manneken Madness 假人模特店是一个黑人拥有的公司 该店得到奥克兰非洲裔美国人商会提供的复原基金 帮助他们熬过新冠病毒大流行 朱迪·亨特森是这家店的老板 这一万美元的赠款帮助这家公司提供新服务 例如为狗狗拍照的工作室 我们有其他赠款帮助这家公司提供新服务 伊格·詹姆斯是个时尚设计师和创业家 他获得5000美元基金 他本来在节庆和大兴会议出售鲜艳的衣服和头饰 一直到大流行病来袭 大部分被取消为止 这笔资金帮助他的生意增加了一项新产品 面罩 我认为与美国人的社会 我们有一个历史的历史 我们有一个历史的历史 奥克兰非洲裔美国人商会主席凯西亚当斯发出共鸣 复原基金是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大流行病 导致企业关门以来 所创建的几个类似项目之一 奥克兰的这个机构说 基金不仅有助于抵消病毒 对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不成比例的影响 而且还可以抵消黑人企业 在取得银行贷款方面遭遇的困难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